新北幼儿园群职案指挥官陈时钟表示 整体方向都指向Delta或其他变异株 要不要重回三级警戒 专家认为可以分区 要减少民生经济的一个冲击 可以考虑先从目前案发最多的 这些桃园 新北市跟北市 当然不是持续性的一个第三级 而是要端视我们针对第一圈 跟第二圈的疑似案例去确认影响范围之后 再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延长时间或扩大地区 儿童急诊室医师谢宗学在脸书发文分析 推测有两种情况 如果确定幼儿园感染是Delta变异株 基因序列跟长荣基是相同 算已知的感染源 进入社区还造成复数群聚感染 要确实疫调扩大匡列 考虑重回三级警戒 但如果基因序列不同 情况就算严重 表示Delta变异株早就透过不同的管道 进入社区 有不明感染源 处于大规模疫情的爆发边缘 迫切重回区域三级警戒 到底老师传给学生 还是家长传给学生 就是传给老师 这部分的话 埃及这一位也许会是我们观察的 一个定序的目标 专家也认为除了找基因定序以外 还得找出感染源 才能补足防疫漏洞 三立新闻 郭宇宣室 台北采访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